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于是给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这边学习的感受 首先呢我们可能还是这个例行的自我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咱们先这个就先简单的交流一下 大家好 我是陈之语 现在在那个法国达芬奇高等工程师学院交换是大四 大家好 我叫李文芳 我现在在法国ESX就是里尔经济管理学院的巴黎校区 读三加二的硕士学位 然后现在是第一年 我的方向是管理学硕士下面的国际谈判与销售管理专业 谢谢 麦克我拿着就行了 然后你们说话我们闭一下没有问题 这样比较方便 不然交接可能比较缓慢 好的 那像咱们这两位同学情况呢还不太一样 这个李同学呢等于是三加二的项目 现在呢是硕士 像这个陈同学呢相当于是等于交换的同学 那像你们觉得就是在这边学习的话 和你在国内当时的学习 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不一样啊 这种感受上有差异啊 有没有这种情况 咱们请女士先来 好 我原来在南行读的是英语 英语专业 然后过来这边读的是管理学专业 首先在专业上就不太相同 而且国内的语言教学 就是语言方向的教学和这边管理学教学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所以一开始还是挺不习惯的 像我们南行就是一般都是一个课上一个学期 而这边的课它分为extensive和intensive intensive的话就是从周一上到周四 每天早上上四个小时 然后周五考试 或者教一篇论文 特别特别紧张 然后一开始挺不习惯的 主要是这个课程方式上面的设置文 我听你刚才说就是你还有这种实习 还有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交换不是交换 必设 相当于必设 就是这个实习的话你们是学校帮你们找呢 还是这个等于是这个自己要找 还是要自己找 但是因为毕竟商学院它的资源会比较多 校友也比较多 然后学校每个学系会组织一些大型的比较高端的招聘会 来的人都是要不就是学校的校友 要不就是有合作方向的 有合作关系的这些企业 所以就是机会还是比较多 但是还是要自己找 对对对 那陈正学你怎么看的 我的话现在是读工程师学院在计算机院业 就是正常情况下 就是法国这边大四是应该要实习的 就是和他说的一样 就是很多大公司会过来招聘 但是正好我大四过来交换 就没有办法在这边实习 就是挂在是大三的课程下面 对然后但是呢 就在工程师学院就只有一门专业课 就是individual project 其实我感觉 个人感觉和就是国内的必设比较类似 就是特别大的一个东西 有15个学分 所以那个和教授那个联系就比较多 就基本上每天都会和教授讨论一下 然后说说进展什么的 有问题就会立即解决 然后感觉在国内 就是和教授的那个距离更轻一点 你的意思就是说 和这个在国内的时候 你和老师的联系更多 在这边可能少一些 更多要考 在这边更多 因为国内的话 可能你的任何老师 你只知道他教你什么课 但是你不知道他现在正在做什么方向的研究 但是在这边的话 就是每个老师都会把自己 现在正在做的东西就是挂在自己那个办公室门前 就是你有兴趣也可以和他一起做东西什么的 明白明白 那像你们上课当中我想可能也会经常是说和这些同学们联系啊 法国的同学嘛 然后如果你可能你做B社的话 可能自己做多学我还不清楚啊 那你像比如说你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 可能是英语啊法语啊可能都用一点 然后你觉得和他们交流和那个你在国内的时候和中国同学一起交流 有没有什么区别 首先因为我们是英语授课项目嘛 然后所以我们交流一般都有英语 因为我法语也不太好 然后交流的话 主要就是我觉得法国同学就是他们还是人还是挺好的 但是就是他们的英语其实也不是特别好 就是两个都是非native speaker 然后这样双方交流起来就本身就会有一定的隔阂 再加上文化差异啊什么的 所以交流起来 但是他们人都是很好的 只是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理解的偏差啊什么的 然后我和这边同学合作 因为基本上每门课程除了那个法语课都会有一个小组的project 所以就是经常大家一起讨论 我感觉交流的话肯定都是英语 但是就唯一有一点不同就是 他们有时候可能笑点不太一样 就是开玩笑的时候不知道他们笑点是什么 就只能在旁边傻笑我一下 那你像你在这边学这个管理啊 和可能比如说你在国内学管理的同学 因为你本科没有学管理嘛对吧 那你和比如说可能在国内学管理的同学 你和他们交流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这边学的管理学啊 或者说方式啊内容啊 和国内的这个管理学的方式和内容不太一样 就是虽然说我们这个就是大的这个 分发的文凭是管理学文凭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课 其实跟管理学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有很多一百多门选修课可以随便选 就除了你自己专业像我学的是国际谈判 然后除了谈判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办 应该是要谈判应用技巧或者叫就这种谈判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是固定的 然后其他的话可以随便选可以选人力资源 可以选国际经济非政府组织管理国际贸易这种课都可以随便选 所以就是课程广度来说是比国内要广 像国内如果你学管理学就只能选管理学的课 学校都给你安排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如果光管理学而言的话 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差异 就是因为我们我刚才说就是我们都是intensive course 所以说就是差不多这些老师只会讲一个大概的概论 他不会不像一学期这样下来 他可以逐步逐步深入 如果一个星期就把一些东西讲完的话 首先他会讲得特别快 其次他只会就是讲表面的东西 他不会深入进去 所以就是可能这方面还有所欠缺 而且我们这些老师基本上很多 因为学校为了扩就是扩展我们的视野 会请很多课作教授 然后会请一些就是在各自己那一方面有 就是有所建树的一些企业家什么的 很多人来自英国美国 然后他们一般周四都是拎着箱子来上课 上完就走了 所以就是不会很深入的跟大家谈讨啊什么的 这方面是有所欠缺 我感觉其实你这个听起来特别像 比如说真实世界当中的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知道工作之后 包括像我工作之后 我也感觉就是很多时候 他不是很按部就班啊 像国内学校可能比如说一个学期啊 每个课有安排啊 然后最后要考试 那么呢很多时候在工作当中 这个就是可能突然来了一个事情 一个星期大家其实都没有说 说领导能给你解释的特别仔细啊 掰开了揉碎了 可能很多时候还是需要你自己啊 去想啊去研究啊 确实是这种情况 那你像在陈同学你在这个比如说计算机这方面 你觉得他们这些计算机啊 和在国内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区别 我感觉这边的话就是更加偏重那个应用实际应用嘛 比如说其实我这边现在正在做的那个project和我刚刚就是选的闭设 就是可以说是其实是一回事但是听起来就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这边就是教授刚刚做的那个project 然后他那个那个论文的名字就特别文艺 from image to imaginary 但是国内的就特别死板 就是对移动对象的轨迹剧类算法的研究 就是听起来就好 所以就是这个题目都没有人选 但是但是我可能就是在这边就是有老师的一些就是启发嘛 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可以干嘛 所以我又马上把那个题目给选了 就是感觉这边就是和那个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更加多 就是还是更偏实际 我理解也就是说可能在这边学校的学习过程当中 它的导向可能就是跟应用啊就业这些本来就比较相关 那么可能国内学校它本来的出发点可能更偏重研究一些 所以它可能比如说选题呀做事方式啊 可能都比较这种比较学术化啊 可能比较这种这种离像我这种外行啊 可能就比较远啊 可能就是确实特别专业啊 但是可能有点对其他人可能比较晦涩 我感觉是这样是吧 挺有意思 那你觉得就是像你们二位可能来法国留学的话 不一定是说是自己这个选择啊 可能就是学校有这个项目 或者说是不是学校也有其他项目 但是你们选择了来这边呢 我选择来这边是首先是因为有学校的项目 而且中间可以省一年 就是本科这一年可以省掉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所以我就选择来这边 而且我觉得管理学比我原来学的英语可能更加范围广阔一点 以后就业的渠道也更多一点 然后之所以没有 我之前就打算出国留学 但是之前方向是想去美国 但是第一次考虑美国真的是太贵了 尤其是商学院真的是特别贵 所以这边学费还稍微便宜一点 所以我就想这边会更好 而且这边还能学法语 虽然没有学的特别好 但是虽然不是法语授课 但是日积月累在这种环境下 可能会对法语有所帮助 还是一件 我因为学校项目其实还蛮多的 就是当时是国家留学基金委 然后资助的 首先是肯定有奖学金嘛 然后其实选择蛮多的 就除了那个法国 还有一些瑞典啊英国啊 就是当时我就特别犹豫 就是到底是去英国还是来 还是来法国 因为那个 但是后来一想就是 可能因为我准备就是毕业以后 要去美国读硕士或者读博士的 就是去就是说英语的国家觉得机会还是蛮多的 然后像法国的话可能以后来的机会很少了 那就来法国好了 然后可能经历会不一样啊 还能多学英文语言 然后就选了来法国 其实我觉得你们这个讲述都点出了一些 我经常和其他同学聊天的时候 他们也会说的一些问题 就是有一些同学会觉得就是学费啊 这些有考虑 然后啊语言这方面他们可能有考虑 有的同学就是觉得反正自己可能以后还要去 可能美国特别是像计算机专业 像美国的话去的就特别多嘛 基本上大家可能都会去 那可能说在本科期间 可能就可以在其他地方涉猎一下呀 看一看 然后会有一些别的收获 确实是存在这种情况 那么像你们来到这个国家之后 来到法国啊来到巴黎 你们觉得就是和你们在国内想象的这种生活 有没有特别大的差距 就是来了之后觉得特适应 或者来了特不适应 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来了之后还算行吧 因为我本身适应能力也挺强的 对外界也不是特别敏感 但是巴黎对我来说 还是有一些想象中的差距的 因为这是一个普遍大家认为比较浪漫的城市 但是像我这种就是通勤 每天路上单程就要一个小时的人来说 实在是看不到它的美感 而且因为课业压力比较重 平时也没有时间到处转啊什么的 所以其实跟国内感觉差不多 除了吃的食物 我还没有感受到法餐的魅力 只感觉到学校食堂卖的那些三明治实在是太难吃了 我觉得生活和我在国内想象的感觉还是差不多 因为那个程序眼望主要还是比较宅 就是在学校也是宅在实验室携带码 然后在这边差不多也是宅在实验室携带码 然后有空找老师谈一谈什么的 就是对就是生活比较单调 你的法国同学也宅吗 法国同学他们不宅 对他们不宅 经常有party啊 晚上可能去club啊什么的 那像你们在这边的话离家也很远啊 可能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这么远 我知道你肯定不太远 湖南到那个江苏嘛 对吧 不是太远 那像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特想家啊 特别孤单啊孤独无助啊 有没有这种情况会遇到 那遇到的话 比如说如何排解 或者说你们如果没有遇到 你是怎样 所以会没有遇到 特别想家倒也没有 就是因为我妈每天都会跟我聊微信嘛 而且一聊就是我妈会发很多 你懂的 所以还好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想家里做的菜 或者南行食堂的菜 对然后然后这种情况下就等那周周五考完试了 然后周六就跑到中超去买一堆 然后自己拿电饭锅煮火锅吃 或者是自己做点好吃的这样来排解 其实我在因为我家离那个南京啊 还是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了 对对对 但是我感觉就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 就是但是其实和家人联系 还是和平常一样 或者可以说是更多 对 因为虽然我觉得只是换了一个地方 但是应该父母还是 内心还是不一样吧 所以联系的还是更多一点 那像父母比如说都很关注你们啊 肯定而且距离又遥远 特别是到了法国之后 肯定他们就会有一种无力感 可能在国内他觉得 他还能坐个火车照一照你 是吧 坐个飞机照一下你 到这边可能语言不通 到了机场还得拟接 是吧 那这种情况下 你像你们怎么去比如说抚慰他们啊 或者说关照他们这种需求 或者说让他们也能够更舒服一些呢 对你刚才说是那个可能聊微信是吧 会多久 我的话我就是南京人 然后我妈如果想看我的话 直接一辆车就自己就杀到学校去了 有的时候我下课回宿舍发现 咦妈你怎么在这儿 挺吓人的 然后来了之后发现 这样挺好 我妈来 就是不能随时杀到宿舍来查岗 然后可能会自由一点 然后跟我妈联系通过微信啊什么的 然后主要就是每天回家 我都要向我妈汇报 这个在国内从来不需要的 因为我都待在校园里 她从来也不担心我会去哪里 因为我也比较宅 然后但是到了这边 她就特别担心巴黎的交通啊 然后也比较乱啊什么的 然后我抚慰她的话 就是每天跟她报平安 然后然后去在朋友圈船吃的 这个是对她最大的抚慰 告诉她我吃得很好 然后过得很好 睡得也很好 这应该是对她最大的抚慰 那至于你呢 然后我觉得我爸妈 对我还是比较放心的 包括就是来巴黎前一天 就是打电话说 爸我们今天要去巴黎了 好注意安全啊 然后就挂了 然后就是我是一个人来巴黎的 然后就是我们是一起 四个人过来嘛 就同一个项目 然后其他人都是有父母来送的 然后又看着我一个人 然后拎着两个大箱子 然后背着一个大箱子 然后又觉得特别的震惊 然后感觉还好吧 我爸妈对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从小比较独立吧 明白 那像你刚才提到这个做饭啊 你觉得就是这边的菜饭啊 什么的你吃的习惯吗 你会经常做比如说中餐啊 或者他们这边的饭吗 我们学校没有食堂 跟所有法国大学不一样 我们学校没有食堂 因为它只是一个小的上学 而且在La Défense这种寸土寸心的地方 只有一个小的那个cafe de fia 就是卖三明治啊 然后卖点小沙拉之类的 然后我如果像中午 如果十二点半下课 然后一点十分上课 我会在那边买一个那个三明治吃 然后然后有一天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三明治上面 抹了一层白的东西 就是cheese 我以为是奶酪 然后我就买了 然后后来发现它是山羊奶酪 我本来对羊肉这种那种味道就不是 然后而且铺满了一层山羊奶酪 然后整个下午整个人都不好了 然后从此以后 我决定再也不在那里吃东西了 然后我都一直都是自己做 明白明白 那下至于你呢 宅在家应该会和我很多做饭的机会吧 是的 但是因为我在学校待的比较晚 可能晚上那个八点九点才到家 然后可能做的简单一点 但在周末的话可能做的多一点 偶尔因为我从家带了很多火锅料 周二也会炖 对大炖一炖 那你等于是在这边也会吃一吃食堂 你没有食堂吗 我们学校有食堂 对 其实感觉味道还行吧 就是一般套餐五块钱还能接受 还能接受 就是和国内的有时候 有和那个西餐还是比较接近的 要接近 这个法国其实它这个学生食堂呢 我感觉是 反正质量是一般吧 但是就是像模像样啊 什么菜啊沙拉啊好像都有上来先来一个什么可能蔬菜啊这种 然后有个小柱菜再给你酸奶水果什么的对吧 反正是有模有样 然后但是可能好吃不好吃确实就再说了 我是记得我当时上学的时候还经常去吃上学回来 然后等于是实习实习完之后再回来就觉得不太好吃 经常就可能做做饭啊什么的确实会有这种情况 那你像比如说你们在这边可能以前大学我知道中国的大学都有很好的食堂吧 对吧可能人们一天早上开中午开晚上开好多食堂不停的开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吃都没有问题 那像到了这边你可能自己也会有变化 可能要自己做饭啊 可能要适应这边的那个这种食物啊等等 那么你像你们自己的话就是留学前和留学后 除了可能吃饭这些方面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变化呀 在生活上学习上或者在可能一些想法上会不会有一些新变化 我觉得我现在最大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再远都不觉得远 之前我是本来就是南京人 然后从小到大从小学到大学基本上就一条街 一条街就是基本上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 基本上不出那条街 像我在南航有的时候去后街 就是我们那边有一条后街我都嫌远 然后去那栋楼上课我都觉得远 然后到了这边每天单程通勤一小时之后 我觉得真的哪里都不算远了 以前我在南京坐个地铁啊什么还会抱怨一下 有的时候地铁比较急我还会抱怨一下 然后自从到了巴黎做了早高峰的那个经常出事的那个FF之后 我就再也不会再抱怨其他任何地方的地铁了 对就是和他首先是有同样的感受 就是距离都不要事 然后另外就是生活习惯会有点变化 就是经常下课之后啊 就是我要去买点菜啊 今天是有时候就抱着一个大白菜就回家了 然后包里面还背着一盒肉啊什么的 就是会有那个意识要晚上得自己做饭吗 我感觉确实从你们俩的这种回答当中 我感到两点啊 第一点就是这个可能以前校学生活比较简单 因为学校也很方便 中国大学咱们知道啊 处置历史住行什么都管 有可能有学校的校服啊 各种活动啊 吃的啊 睡的啊 都没有问题 到这边你可能都得一个人自己来弄啊 可能就是更早的接触了社会 我其实跟你没有同感 就是我以前大学可能比我中学还紧 然后骑着小车就上大学了 然后骑着小车就回家了 然后呢 也不用接触的时候 也不挤地铁啊 公交也有坐啊 对啊 可能就是生活比较简单 就生活在这种好像不真实的世界里哈 对 但是工作之后肯定该挤地铁啊 那你这个工资没钱了 你就得愁啊 是吧 可能确实生活上会变化 第二个就是可能像你说的 可能就是独立啊 这种以前可能其他的 比如买菜可能以前的家长做嘛 现在可能自己也得包白菜了 我还记得我当时也是 不会买菜 这个菜可能认识吧 勉强认识 但你说这个为什么比那个好 根本就不条件 拿上就走 回来之后发现有个虫子啊什么的 那也没办法 就只能就忍了 所以我觉得确实可能像你说的 就是这方面也确实是会有很多提高 那你像比如说 像你们除了这个吃饭啊 科育生活可能需要买菜啊这些 那可能还是不是还会做一些 其他的这种科外的活动啊 像巴黎的话 我知道可能活动也挺多 然后学校肯定也会组织 那么会不会在科育方面 有很多的这种活动 可能是因为我们学校 就是真的是比较紧 像每天晚上作业也很多 每天晚上一点钟 一两点钟睡觉 早上六点半起床 然后一周都是这样 所以周六周日我要有时间 一定会睡到自然心 太幸福了 然后如果就是学校是会有组织 就是针对国际学生的活动 然后像之前组织 我们去阿姆斯特丹 然后我就跟着报名去了 然后发现他们去那里 只是为了抽大麻 去红灯去抽大麻 然后这还是有差异的 然后其他就是会 如果有时间的话 会在巴黎逛一逛之类的 你难迟疑 我们学校好像那个社团活动 还是比较丰富的 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也不知道 就突然发现那个大厅特别热闹 然后放着音乐啊 后来就是那个法国同学告诉我 说是好像是有两个 什么类似于什么组织一样的 就是在竞争嘛 就弄得跟那个选总统一样的 还要在那个网上投票 然后就哪个竞争之后 就可以好像有权利组织活动什么的 就可以一起办party啊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社团 包括就是有 比如我的同学 然后他是参加的是那个厨艺的 好像是就是教你怎么做菜啊什么的 有这种就是周末也会组织活动 就是大家一起做菜啊什么的 然后还有就是会有类似于音乐 就是教你乐器弹吉他弹钢琴这样的社团吧 就是就是好像什么都有一样 对 那你觉得就是他们这些社团和可能国内 我相信南行肯定也有自己的社团很多吧 你觉得有没有一些什么区别啊差异啊这些 差异的话我感觉这边好像是其实更加丰富一点 就是感觉国内大部分社团活动就还是处于一种形式吧 就是其实有感觉就是没有多大意义 但是这边就是真的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明白明白可能啊可能国内社团很多也是跟学习有关啊 可能确实就是什么生活啊 因为大家可能其实都不会啊厨艺大家都不做饭 可能确实也不交流 但是这边可能大家都要做呀 可能确实可能兴趣会多 我猜想啊 嗯我猜想是这样 那你像比如说你们觉得这边的人你们觉得好打交道吗 包括比如说不光是通勤上的人啊 还有说这个同学啊老师啊这些 你觉得他们好说话吗 和比如说跟中国你跟他们交往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啊 或者说他们这习惯特不能接受啊 有没有这种情况 首先要说好法语 对但是就法语不好的情况下 然后还是要尽量说法语 因为我之前就是在巴黎走有时候会迷路 然后如果问一个人 如果你用法语问和用英语问 受到的待遇是完全不同的 就哪怕你法语不太好 然后你就是尽量尽力的去憋几个词出来 然后那些人也会特别热心的给你指入 如果说英语的话 我估计态度就就一下就差了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来之前 大家都跟我说就法国人特别傲娇 然后特别的高冷 特别的就是不愿意搭理人 但是我来了之后发现 尤其是我的同学还 我觉得他们都挺好的 虽然有些人可能是不爱搭理人啊 但是可能国内也有 总是有这样的人 然后大多数人还挺好的 然后有些像我们学校 就是像我们学校的法国同学 他们本科的时候有一年都是要出去交换的 就大多数同学 他们都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 所以就他们能特别理解我们过来也很不容易 然后有一个女生她之前去台湾交换过 然后她就跟我关系挺好的 然后经常邀请我去她家喝茶吃饭 然后万圣节还请我过去 我觉得他们还挺不错的 对对对 所以你对的同学呢 我觉得我觉得我运气蛮好的 就是遇到的人都非常nice 比如说我刚来那一天嘛 然后就是找错路了 然后是一个中国司机 然后就把我们放那不管了 后来给房东打电话 发现是走错路了嘛 后来又是找了一个地市司机 他是法国人嘛 然后就人特别好 就是不幸把我们送到 而且一路上还给我们讲一些故事啊什么的 对他对中国也蛮喜欢的 然后就是我们到了房东那个楼下 他那个司机还不走 就要等那个房东把我们接走了之后 对自己才肯走 但是但是我的同学 他好像也遇到过就是 好像很傲慢那种 他是那个地铁卡嘛 好像是等了两个月还没有消息 然后我就去问 他也跟我一样不会法语嘛 然后就是说英语 然后那个人好像也不会 不会说英语还是 还是不愿意说 然后他好像是说那个 你不会英语 你不会法语来法国干嘛 然后好像是旁边的人也在旁边笑啊什么的 就是感觉有点傲慢 对 明白明白 看来就是现在就是等于各种人都有 还有的可能特别好的 特别比如说开发 国际华有些同学可能就 就不太好 可能这些人可能比较逼色呀 确实看来可能大家 就是都各种各样 什么人都有 但你们觉得可能还是不错 觉得在这边 或者说特别困难 可能我那个心态比较乐观吧 我觉得还蛮好的 对对 那也还挺有意思 那你们像比如说 学完了这个习之后 你可能是交换对吧 应该是要回学校 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是要这个 比如说去美国啊 像博士啊硕士对吧 那你的话可能就是 因为这个硕士结束了嘛 是不是就是就工作了 是吧 可能就工作了 那你们对于你们的这个 比如说学习啊 和未来的前年 就比如对你来说 是你这个学习和你的工作 对你来说可能是 你的学习和你的 比如下一步申请 你们觉得就是 这个这段经历 对你们的帮助大吗 会有大的帮助吗 或者说没有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首先学习知识是一方面 就是不管他的教的知识 有多么的浅 首先你能够 就是对这个领域 有一些认识 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然后其次就是商学院 他的资源真的是比较多 就是通过在这里上学 你可以认识很多人 然后学校给 会给你提供一个 比较广阔的平台 然后通过这样 你可以更好的去找工作 而且因为在法国 就是据说商学院的学生 肯定是比那种 就是大学出来的学生 要抢手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资源上 还是挺好的 对 至于你觉得呢 因为我觉得 我以后的工作 还是可能偏研究方向的吧 就我比较倾向于去一些 大公司的 那个研究室啊 对 比如说那个Facebook的 那个实验室啊 或者现在百度也在硅谷 不是也有实验室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东西 还是和以后就业的 还是 其实还是一个方向的 对对 我想问一个特别 跟你有关的问题就是 你现在法国编程好吗 他们计算机厉害吗 跟国内相比 国内现在不是互联网 全球第一吗 可能第二吧 反正全球第一二吧 你有没有觉得可能 法国这个方面行吗 互联网啊 编程这些 其实这个 就我和本专业的 那个法国同学 其实接触不是蛮多 对 但是 我觉得这边的教授 我个人觉得就是 他们实际的编程能力 还是比国内的老师 我觉得大家要好一点 比如说我有一个问题 然后我去找教授来解决 就是我是找院长去解决的 就是在国内是 绝对不可能的 就是说我发现有个问题 解决不了 而且因为我的那个电脑 就是环境是中文 对对对 而且他可能就是熟悉 同样一套系统 就是他也能够 马上找到帮你解决 就是而且就是 他们做出来的研究 就是会装扮的特别好看 对对对 但是国内的可能就比较死板 就是文字啊 然后一幅很简单的图啊 对 就感觉这边老师 就实践更多一点 可能还是因为这边的 还是更偏用吧 对 我觉得挺有意思 因为我知道法国 其实数学传统很强 呃 理论上就是对于我来想 我想象可能比如说 如果这个国家数学很强 可能很容易转化成 比如编程啊 计算机的能力 但是欧洲总的来说 可能这个计算机 又没有美国啊 中国这么发达 互联网啊这些 那会不会就是说 我又想可能是不是 这这方面 大家没那么重视 可能又弄得不太好 所以看你 看来你这么讲的话 可能确实他们还是 有自己的这种功夫啊 有这个自己的水平实力 但是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好像 法国这边的数学 好像是蛮强的 就是然后在这边 认识一个大叔 他是华为的嘛 然后他告诉我是 然后华为在这边 有一个研究室 好像是招了 好像是30岁以下的 获过菲尔兹奖的 那个数学家 然后招了好几十个 然后在这边做研究 那看来还是还是挺有意思 还是挺可怕 那你像比如说 我刚才还觉得就是说 像你说这个互联网行业 他让你觉得 他们这边弄得特别花哨 对吧 这个我也有体会 就是我刚从国内过来的时候 就觉得法国同学 就是PPT做巨块 然后好像摩摆 也不知道哪找的 然后弄得都跟花似的 然后我做完了 他们没有人满意 每个人都说要改开 最后改的 反正我一看就 不是我能改出来的 对吧 当然后来学校教育 教我们怎么弄 然后肯定大家都会有一些进步 但是我感觉他们好像就是 反正内容不管吧 先把这个弄得反正挺好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 你们上课是不是也是这样 是的 是我们要做很多presentation 然后他们做出来那个PPT 真的是巨块 首先是巨块 效率特别高 然后估计那个模板 也被用过很多遍了 然后其次就是真的很好看 然后那个展示也很专业 然后不像我们自己做的 那么单调乏味的那种 那你觉得 你们觉得在这边生活的话 就是成本上 费用上有没有特别贵啊 觉得很难承受啊 或者说安全上 有没有一些问题之类的 成本是很贵 巴黎生活费真的很高 然后像我们学校 那个小小的那个小卖部 然后它的一个三明治 就是叫五欧将近四点五欧 将近五欧了 然后那种panini 然后一个要五点五欧 有的时候 所以就是生活费真的挺贵 然后住宿我的 我是住在臭名昭住的九十三省 哦有的 对 然后然后一个月的房租是四百六 不含水电杂费什么的 加到水电将近要五百 将近 是一个就是等于是一个 比如说好多 即使一听的那种事 还是说是自己一个studio 我觉得那个 我住的那个楼有三十层 我估计有点像 法国政府的连租房 就是一层有四套房 每套房平均的分成四个房间 然后这样就可以 租给单独的人 然后大家共用厨房 卫生间 厕所这样的 嗯 那芝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边生活费确实高 但是学费 我觉得相比美国的话 还是很便宜很多的 比如说 但是生活费 比如说 煎饼果子 不加蛋 就五百多了 对 然后完全就没有欲望 然后房租的话 我觉得 还好吧 因为有房 因为第一可能是因为 我有奖学金网 然后可以支付 每个月也还是够花的 其实 对 不用自己花钱 明白明白 那你们觉得就是这边的人 就是你觉得他什么 穿衣打扮啊 什么的 做事 你觉得潮吗 帅吗 酷吗 还是特土特挫 比南京落后好多条街 有没有这样 我觉得我的大多数同学 脱了外套可以直接上梯台 真的 我真的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们搭配打扮应该是挺潮的 走在时代最前沿 对对对 我觉得确实那个 就是打扮 学生打扮还是非常的时尚的 而且有的人会经常玩滑板啊什么的 但是工作的人就是刚来的时候不是看到很多人都会骑滑板车吗 就觉得比较二 但是后来看着看着也就习惯了 那你们觉得这个国家的人好不好接触啊 你像我从英国来英国人民就是特别他们其实就是有点内敛啊也不是说他们冷漠他就是内敛不好意思啊我这次的感觉就是呃对我还去了西班牙 然后西班牙呢就不是这样 我的感觉总觉得就是呃你和一个人坐在一起说话只让你感到特别尴尬还是不说话让你感到特别尴尬 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在英国肯定就是说话让大家感到很尴尬 在西班牙就是不说话大家感到很尴尬 你们觉得在法国的话就是这种怎么说他们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啊 你们有觉得特别冷漠啊比较开啊或者说比较浪漫啊比较保守啊有没有这方面的这种感觉 嗯我觉得跟法国人在一起像我跟我的同学们在一起肯定是不说话会感到尴尬 因为他们英语都说的特别好 然后就算我不会说法语但大家一起不说话还是挺尴尬的 对但是如果跟陌生人的话 首先我觉得地铁上如果你跟一个陌生人搭话他们肯定都懒得理你 因为他们都没有睡醒 对他们我每天早上坐那个爱喝爱喝 觉得每个人的状态都是感觉要炸掉地球地球的这种感觉 对然后其他人的话像店员啊什么的我觉得他们都挺都挺nice的 法国人你觉得后忙即可吗 嗯还好吧就要要没那么夸张 但是就是我我去同学有去同学家嘛 然后他和他男朋友两个人住 然后我觉得他们在吃饭圣节的时候去的 然后开了个很小型的就是几个女生一起开的那种party 然后我觉得他们在营造氛围上绝对是一流的 什么蜡烛啊什么小贴纸啊小贴画啊这些东西都真的是一流的 像我绝对想不到就没有这个意识 对对 嗯那你那觉得是 我觉得还是说话会好一点吧就是和周围的人 因为在国内可能就是和外面的人接触少一点 然后在这边基本上是就是强迫自己去和别人交流 对就是去锻炼一下 不管认不认识 能够说话也也蛮好的 你的程序员同学你觉得他们后忙即可吗 嗯我觉得还好吧 有没有一种程序员式的有有有有 其实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就是我的同学 然后也是北京过来可能是不知道是因为北方的原因 还是是程序员的原因就是感觉就是和其他女生不一样 就是正儿八经女汉子对对对 明白明白 挺有意思的 那我觉得今天跟二位交流感觉非常有趣 因为像我之前也在法国留学嘛 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跟那个时候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地方 我这次来法国在火车上 我就觉得法国还是跟四五年前 还是有一点不同 除了换了耳眼的车之外 车换了干净了很多 在涂鸦每遍 刚换一个新车玻璃上又是字了 我觉得挺也是蛮拼的 然后另外我就觉得好像他们还是对于比如说中国啊 我感觉可能也更有兴趣 就像你说的可能同学们都去交换嘛 那可能就是对外界不像以前那么陌生哈 或者说不像以前那么可能狭隘啊 闭塞啊 肯定这方面应该会有很多这种进步 这次呢 我们可能就先交流到这里 然后呢 非常感谢这个二位呢 这次能够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哈 特别你又坐了耳眼过来 非常感谢你 然后呢 给我们做这个分享 这一次呢 我们可能还要在巴黎呢 多采访几位同学 然后呢 希望能够有大家呢更多的关注 我的微信呢 是吉天赫的全篇 我的微博呢 是吉天赫 很高兴的大家加我好友啊 给我留言啊 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啊 都非常欢迎 那么这次呢 我们就先到这里 非常感谢二位 嗯 然后呢 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